纽约台湾商业协会为了协助大纽约地区台湾留学生未来的生涯规划 举办了一场台湾留学生职业咨询座谈会 现场有来自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佩斯大学 纽约市立大学 帕森学院 以及在福坦默大学等校的台湾留学生都来参与 反应非常热烈 今天我很高兴邀请我们台湾留学生的子弟到这边来 大家来座谈 就是说因为他们需要的什么样的工作 或是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我们所有的台湾商会的理事都是在这边居留到30年到40年的一些理事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他们很多的一些资讯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跟大家无拘无事的 而且很直接的接触 能够带给大家一种相信力 就是对台湾的关怀跟对台湾的贡献 同时在这里大家会找到一个方向 我们大纽约地区台湾留学生大约有4000名 都很希望有机会在海外有些学习跟经验 所以这样子一个机会就像我常常在提倡的大手拉小手 透过这样子一个合作 我相信会给我们年轻人很多很多的启示 好 活动上留学生特别感谢纽约台湾商会的热心安排 规划了法律 房地产 财经 会计 创业 以及这市场管理等各领域 邀请专家来分享经验 也提供咨询服务 透过面对面互动加强与年轻学生的联络与交流 现场一共有100多位留学生参加 大家都认为对未来在美求职和发展有很大的收获和帮助